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世尊所实现的八项成道就是表示你根本大觉心体的念念之间的八种的性德庄严 它是大觉性体入世之时自然的化仪的种种作用 化现种种一项的作用 就是这个仪轨的仪从仁从义一项的作用 所以假如我们只是认为是世尊的八项成道 那就变成属他人财宝 一切诸佛在世间所一切的视线都是告诉众生 告诉一切行者 那都是其实都是你自信之中的本来的具足 所以讲到觉体当下 他现前时就是降斗帅 就是降斗帅 因为觉体的最末梢时就是什么 就是知心最圆满处 过去我们虽然知道人是从光阴天来 光阴天那是只是在人的人像之前 只是他还没有讲到人形 那是不过显出种种气氛而已 你真正要算到世间 从决心的灵明开始 一直一步一步入世 用到中国古人的道理 从最初看到三界的最初 色界之始 那叫做太义 开始已经变化 无色界就是太义 义就是义经的义 太义 太义是已经有因缘现前 但为气还没有那个气氛 气氛你还不能够直指那个气 然后现到光阴处 叫做太初 就初始已经有气氛 已经开始酝酿 那个气氛酿酿就表示 你念念那个执行 已经能够照见下界 那个下界的作用就是人 那已经看到下界的作用 但那个时候只是气 但气还未行 到了从过了欲界 真的要讲到都帅 都帅那可能就是太实了 太实 他以行但未直 已然是形体 还没有躲在直中 那个行就是什么 知心圆满了 那就是知心圆满 最圆满处 当你看到那个知心圆满处 那就是什么 你就感到每一个知心 就是往下开始流布处 那种强烈的力量就开始流布 那叫下身人间 那就是下身人间处 决心就是这种像 你会发现它就是这种像 下身人间 那下身处到了 那个刀立 那叫太素 一直执行就现前 刀立到四天王天 就是执行直向都现前 那一直到四天王以下 须弥山已经开始分 地际天际都已经分开始 就太极 就天地出分 已经出分 那阴阳都已经现象 都已经现象 那太极 那就是人 那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 最末少感受的人间 都现前 那都已经是在直 而且那也不但是在直 我们到人间之后 我们现在的每一个念头 都是直之末而已 已经到了直的末少了 直之末矣 所以先不讲到光阴 因为光阴讲到 那只不过就是淡气 要讲到知心圆满时 那是知心都要以具 知心以具才能够表示什么 表示知心的圆明 所以你看到人间一切决心 入到人间时 都是降兜率处 都是降兜率处 所以兜率天叫知心圆满处 知足天 就叫知足天 就降兜率处 就是从这个降兜率处中 你会发现他就能够什么 随出种种元气 种种缘分 大觉之心随缘而已 他不过脱种种 因缘中的缘分所显 所以那是脱胎 那就是脱胎 但是能够脱胎时 能够脱在种种元气当下 也是什么 也是决体 脱胎而显 决体处 那个脱胎不是 躲在元气之中 脱胎是指着被 种种元气所包覆 所包裹 然后被遮蔽 不是这个意思 决心你不能在任何地方知道 那个诀 你在任何地方也感受不到 那个知心 知心要在哪里 明明白白知道 知心就在一切元气 呈现出 所以最初他一定能够什么 他一定能够随缘 脱胎 能够孕育 那个圣胎相 他不但是孕育圣胎 那个圣胎的作用就是什么 他能够照料 烦情 所以过去 所以过去凡夫在凡情之中 叫凡胎 那个凡胎是不认圣胎 将来你站在圣胎之中 虽说圣胎 它是明了凡胎 你明了一切凡情 所以那叫脱胎 脱胎 所以再来你就看到 决心作用就出生 现前 决心就出生 就是现前 当你出生之时 刚刚讲是你在圣胎之中 明了一切之心的 所以出生之时 所有一些 一切缘起的 所有一些缘气的 所有一些 知见现前处 你也是念念不住 你要是念念住 你就不知道一切缘了 虽然凡夫在 一切感受现前处 以为是念念执着 但事实上 仔细思维 那个决心在念念执着的 众生妄想之中 他都念念无知 你觉得执着还是觉 真有执着 你根本就已经 决心断灭了 你知心也就暗仗了 只不过是 随种种元气上面 忘起种种执着的妄想 那个像 一直坐持在心 就叫妄想 那就是妄想 所以事实上 你在那起成 那个想自之时 那个决心也无浊 你能明白 那个决心无浊时 那就是你在 烦情当下出家时 就出家 不但你过去 众生在一些感受中 以为妄想有浊 那事实上 你那个决心 也是念念不注意 种种在家 那将来你当然会 站在烦情上面 突然知道 原来根本决心的无浊 你再也不甘心 受烦情的束缚 你当下那一年 能够体会 决心的根本无浊 那种行为 就叫出家 因为你在那个 决心的根本无浊里面 你位于正如是无浊 就中间就个什么 就个回头像 就是出家 这世间像中 也有出家像 也有出家像 然后就在出家 你明白出家时 眼前看的还是什么 还是之间 还是元气 可现在元气当下 知道那个决心 根本念念不住的出家 经济时 你念念那叫降魔 降魔表示 你根本于 根本的灵敏的知心 在所知当下 你根本没有魔境界了 他自这之间 从无障跟脑 绝无障脑 因为还有丝毫障脑 那就表示 你还是躲在什么 暧昧决心 还是组成 所以他一定是降魔 那降魔当下 知心圆满叫沉道 所以知心圆满当下 你能够明白 一切众生障碍 但是明白众生障碍处 你却让他障碍念念 不会被他所障 那是降魔 你都能够清楚 这些降魔的过程 那叫沉道 你能明白中间的历程 那叫沉道 那一贯从到入俗 然后入俗之中 如何显慎 在中间所有的作用 叫做沉道 镜子显出镜色来时 虽然镜色跟镜体 都是一体 但是显出镜色来时 他似乎就能够知道 镜色之中的种种障碍 因为他必定遮蔽镜体 可是就在遮蔽镜体 这么强烈的种种障碍里面 那镜体念念之间 他永远也不被如是障所障 因为你觉得被镜色所障 镜体都还是能陷如是障的光明 他也不被如是障所障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要一步一步明了 不但能够明了 你还能够依然照现尽色 那就是沉道 在这个沉道之中 你才能够讲进一切众生 法相 法性中的 所有一切似乎好似的障碍 但是你在这些好似的障碍里面 你就知道 那其实都是法性如是 你明白那个法性如是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沉道处 所以你何妨让他在一切众生的之间之中 起成种种障碍的感觉 因为你知道众生的现前处就是障碍的感觉 就是种种模式里的感觉 那你明白决心时就是降魔处 所以你在那个流出时你能够清楚众生的业障 你也能够在业障之中念念明了世心 这个过程就叫沉道 你在这个上面要是清楚时 那你随处所有的一切 举手投足一切演化就叫转法轮 就开始真转法轮 那你明白这个转法轮处就是念念不住处 那个念念不住不是前面的不住 是根本的极面 那是根本的极面 虽然献出大话 但是他念念就是大觉体中的一体的大话 所以叫入极面 叫灭度 叫入涅槃 决心也是这样的 一直不断献出感受 但是自心体中 他自然就有什么 他自有不住的出家 自然他就有念念之间降魔的亲民 虽然众生不认如是降魔的亲民 但你绝体从来也没有被魔障过 于是因为他没有被魔障 所以你才能够在下一念中念念圆明 你不认那个念念圆明 所以你当然也就不了解什么叫沉道 你在不了解如是沉道之中 你当然在一切起见动力里面 你就不叫转法轮 你只是被什么 被业障所折 所以这个过程之中 你既然不明白 当然念念之间 你都会坐在有做的妄想之中 事实上这根本的一体的作用 就是什么 就是灭度 那非你 非众生 能够用众生思维之所剁量 那就是真灭度 那就是灭度 那是八项沉道 那是八项沉道 所以在八项沉道 你不但是世尊八项沉道 你看到世尊世间的八项沉道 你念念之间也在心底深处 供养世家 你念念要看到世家在你心底兜率 顶上能够这样兜率 就要念念供养 那这就在八项沉道之中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那光独一次八项沉道 都还能够立一切行者 当前的发行 那是八项沉道 雅吟 石南